一系列关于科技的消息 前不久在亚加达举行规模盛大的游戏动漫展 展出了国内年轻动漫家的作品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每期的报道 印尼国内游戏动漫产业近年来蓬勃发展 有许多年轻的创业人通过他们的灵感 设计出一款又一款的游戏和动漫 近期举办的流行文化展活动 让更多的公司和年轻人 有一个平台向全世界的参展者 展示他们的作品 许多年轻人自己设计有关他们身边事物的游戏 例如以亚加达的Metro Mini作为主题 设计出有趣简单的智能手机游戏 又例如你手中的名片 有游戏创业人把名片设计成游戏卡 只要与智能手机结合 名片就神奇地成为游戏里的道具 还有我们印尼的国球羽毛球 有公司把羽毛球设计成群体游戏 广受大家的欢迎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正在玩的这个游戏呢 是印尼年轻人自己制作的这个游戏 那这个游戏是关于这个羽毛球的 印尼国球的这个游戏 那其实只要在手机上面 download这个游戏APP呢 在电视上面就可以开始玩 那其实现在印尼游戏的行业 真的是蓬勃的发展 那希望这个游戏行业可以越来越好 美其心大 雅加达 为你报道